这是李小龙葬礼的真实影像 巨星陨落举世哀痛 从中国香港万人空巷的送别 到美国西雅图依不舍的下葬 全世界都在为这位华人功夫之王的逝去 而感到无比惋惜 值得一提的是 在李小龙的葬礼上 六位外国大佬前来为他扶灵 个个都是名号响当当的大人物 他们都是谁 又有什么来头背景呢 欢迎摆动搜索致敬李小龙 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点个三连马上开讲 或许连李小龙自己也没想到 童年时期体格瘦弱 身材矮小的他 竟然有朝一日会成为影响世界的一个传奇 七岁师从父亲练习太极拳 十三岁拜师叶问学习咏春拳 日复一日的训练 接二连三的比赛成就了一代武术宗师 李小龙从此名扬世界 可惜的是正值当打之年的李小龙 却突然英年早逝 在三十三岁那年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葬礼上群星云景 六位福灵人更是大有来头 第一位叫李俊九 作为美国跆拳道之父 李俊九虽然在自己的领域内打败天下无敌手 但他从不骄傲自大 反而非常愿意结交武界之己 互相切磋武艺 而最让他敬佩的人非李小龙莫属 两个人相识于1964年的一场空手道大赛 李小龙精湛的功夫深深的震撼了李俊九 两人从此结为之音 李小龙向他传授中国传统武术 李俊九也展示了自己修炼多年的腿法 得知李小龙离世的噩耗 他二话不说 出席为他抬官府里 来送别这位知音最后一程 第二位是牧村武之 作为李小龙为数不多的侵传弟子之一 他年长16岁 洗武时间也更长 可却对李小龙这个年纪轻轻的后脊之秀 佩服得五体投地 还心甘情愿遵其为师 而李小龙在生前更是说过 不管我学的有多厉害 牧村总在我之上 我会永远尊重他 足以可见这位徒弟在他心中的地位 单纯论关系而言 李小龙是师父 牧村武之是徒弟 但李小龙的第一家镇翻国术馆 如果没有牧村的帮助 是万万开不起来的 而在李小龙去世后 这家武术馆也由牧村接手经营 第三位同样是一位清传弟子 丹尼·伊诺山渡 两人结缘于一场比赛 李小龙只是稍作指点 便让丹尼从前半场的毫无还手之力 直接逆风翻盘赢下比赛 丹尼对他大为崇拜 希望拜他为师 而李小龙也觉得他如此可教 收他做了自己的清传弟子 在李小龙所有弟子中 丹尼的武术水平最高 是唯一一位继承他一波的人 也成为继承李小龙之后 当之无愧的世界杰拳道第一人 第四位好莱坞巨星史蒂夫·麦奎因 他与李小龙同样作为武打明星 戏路几乎大同小异 两个人之间有激烈的竞争 也有切磋与学习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史蒂夫和李小龙会一直相爱相杀下去 却突然传来了这个惊人的噩耗 而史蒂夫也怀着巨大的遗憾 亲手送比了这位可敬的对手 第五位詹姆斯·科本 同样是一位好莱坞明星 他与李小龙之间没有复杂的竞争 只有良师一友的交情 甚至可以说詹姆斯还是李小龙 在美国影视圈的引路人 据说此前两个人还约定好 一起去印度拍电影 可谁知意外却提前来临 而詹姆斯所能做的 只有在葬礼上为小龙抬官弗林 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与前五位不同 第六位弗林者十分神秘 在所有的视频影像资料中 都没有留下他的清晰画面 只有一个模糊抬官的背影 但从葬礼名单中可以得知 这个人名叫李德 虽然对他知之甚少 但与李小龙交情深厚 还能有资格为他抬官弗林的人 一定不简单 更何况根据前几位的身份判断 此人想必也是大有来头 一海星辰 哲人其伪 一代功夫巨星虽然逝去 但他从未陨落 永远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点赞 留言加个关注 下期再见